欢迎回来 首先来看南加州社区方面的消息 全美首个无独社区组织 尔湾市青年行动队 于近日在飞达学院尔湾分校 举行了一场就职典礼 来自圣地亚哥 旧金山 南加州阿凯迪亚 圣马利诺和尔湾等城市的 飞达学院学生 家长以及多位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教授 出席会议 尔湾无独社区创办人 Kim Cordy 合作伙伴Bob Johnson 飞达文教基金会董事会主席 Vicky Zhang分别在会上致辞 去年以来 飞达学院与尔湾市合作开展 无独家园和无独社区项目 该项目的实施 旨在把来自不同城市的青少年 集合起来 在各地社区发起一场保护环境 和培养青少年公益心的友谊活动 在飞达学院飞达文教基金会及尔湾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全美首个无独社区组织尔湾市青年行动队 于3月10日下午 在飞达学院尔湾分校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就职典礼 来自圣地亚哥 旧金山 阿卡蒂亚 圣马利诺 尔湾等城市的飞达学院学生 家长 以及优系尔湾教授等出席会议 尔湾无独社区创办人Kim Cantor 及合作伙伴Bob Jonathan 共同主持了就职典礼 飞达学院校长 飞达文教基金会主席Vicky Zhang 发表了重要讲话 那我们今天这个活动实际上是一个持续 我们去年跟尔湾市政府的合作的项目 叫无独家园和无独社区 那之前去年尔湾市政府给了飞达基金会1000元的奖励 是支持我们在社区的为青少年服务社区的贡献 那今天我们就是来自不同城市的孩子 然后我们召集在一起跟无独家园 non-toxic neighborhood一起 然后希望能够在我们的社区发起一场保护环境 同时也是培养我们孩子这种社区公益心一场活动 飞达学院以贯坚持提倡 在校学生组织各种社团 在学好各课程及SAT考试 取得优良成绩的同时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无独家园和无独社区等社团工作 培养其社会责任感和领导力 为日后进入名牌大学做好准备 我们上次去的宁夏 然后我们发现很多妇女 她们都没有钱去买medical expenses 就是医疗设备 还有就是一般大病 她们都那个会忽略掉 小病更就不会去看医院 所以我们就组织了这个十字秀的项目 叫做Girls Impact for Tomorrow 然后我们就基本上是把十字秀 让那些宁夏的妇女先做完 然后她们mail给我们 就是邮寄给我们 然后我们帮她在美国这边各大网站上 还有各种飞达组织的项目上面 把她们卖了以后 钱就90%会还给她们 然后10%我们继续留着 帮她们买很多的原材料 这样一批批的能送过来 然后希望她们可以在宁夏 有个好的生活条件 飞达学院的学生们 积极参加无独家园项目 不但自身得到了锻炼 也为社区做出了友谊贡献 更为将来进入名牌大学 打下了良好基础 汉天卫视记者吕立川 南加州二万市采访报道 再来看NBA方面的消息 昨天洛杉矶胡人带着五连败的糟糕势头 前往芝加哥挑战公牛 首节比赛胡人完全找不到状态 整节仅得16分 半节后五分钟里仅得4分 公牛则各种反击打成 打出单节34比16的比分 早早取得18分的领先 四节胡人终于找到状态 詹姆斯这一节一人贡献14分四篮板 胡人凭借着开局一波净胜14分的攻势 迅速追上比分 半场战败胡人55比60落后公牛 休息回来 胡人在这一节完成绝地反击 公牛末段彻底压火 导致局面被动 胡人则送出24比3的攻势 一局反超并取得14分的领先 末节公牛曾依靠替补队员追进比分 但詹姆斯连拿11分带领胡人扛住压力 并重新确立起两位数的领先杀死比赛 最终胡人123比107击败公牛 结束五连败 另一边达拉斯独行下 主场迎来同区近旅 圣安东尼奥马刺的挑战 第一节末段 马刺突然发力 打出一波19比2的攻击波 一举奠定领先优势 首节比赛结束 马刺暂时领先10分 次节再战 双方展开对攻大战 比分也一直交替上涨 东西齐一记后撤步3分命中 半场战霸马刺60比53暂时领先 一边再战 阿尔德里奇上来连得4分 继续扩大领先优势 随后独行侠在布伦森的带领下 打出一波8比0的反击 缩小分差 随着最后时刻 马刺连得5分 三节比赛结束 马刺暂时领先10分 进入末节决战 德温哈里斯连续命中 两击外线3分 缩小分差 关键时刻 贝尔坦斯3分命中 帮助马刺稳住局势 随着德罗赛最后时刻 两发全中 最终马刺客场112比105 立刻独行侠 同一天 明尼苏达森林郎客场挑战 担负绝金 比赛开始后 两队展开对攻大战 唐斯内外开花连得9分 绝进则多点发力 约记其连得6分予以回应 第一节末段 绝进打出一波7比0的进攻高潮 确立领先 首节打完 绝进以31比20领先森林郎11分 四节比赛 森林郎的替补阵容 打出一波7比0 缩小分差 比斯利命中3分 帮助绝金 稳住局面 唐斯回到场上 连得9分 但绝进一直保持领先 一边在战 森林郎在进攻端 有所棋色 沙里奇和莫里 互标3分 但哈里斯和米尔萨普 同样在外线 火力全开 绝进单节得到36分 三节打完 绝进已经以94比78 领先森林郎16分之多 末节比赛 绝进用一波10比2 将领先优势 扩大到20分以上 比赛早早失去悬念 最终绝金主场 133比107 大胜森林郎 洛杉矶快船 主场迎来 波特兰开拓者的挑战 比赛刚一开始 利拉德为开拓者 首开记录 下一回合 亚历山大挑篮命中 也拿下快船首分 首节比赛结束 快船暂时领先7分 四节再战 双方展开对攻大战 比分也是交替上涨 随着最后时刻 麦克勒姆 赢着防守3分标进 半场战霸 快船52比50 暂时领先 一边再战 努尔基奇的命中 帮助开拓者将比分反超 三节比赛结束 开拓者暂时领先1分 进入末节决战 开拓者一鼓作气 打出一波15比3的反击波 一局将领先优势 扩大到两位数 奠定胜局 最终开拓者 喝场大声快船 汉牛是高宁 编译报道 4-13 留意 1-11 4-16 0-11 3-4 2-1 2 以上就是今天的寒天卫视晚间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赵紫彤 祝您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感谢观看